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来 今天加权指数是上涨的 上涨154点 没有问题 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多方格局 好 但是今天的节目 其实有个重点 昨天其实我们针对两档股票 一档因为是我们手上持有的 我们也跟完整的 跟投资人分析 然后有一档股票 近期非常的热络 但是我却在节目上面 不能讲骂 就是有一点提醒 提醒投资人 千万要小心这种股票 当然我们先讲我们手上的这一档 然后这一档股票 来 我们呈现的方式是这样子 1月30号 新春开红盘那一天 如果你现在是看YouTube的话 你干脆直接截图 前面我们怎么分析大盘 这个地方我们先跳过 你自己有兴趣的全部看完 你应该有兴趣的是看到1月30号 你有兴趣老师 你到底报什么股票过年 这次年价特别长 3207的要胜 3207的要胜 是我们目前持有的股票 当初这一档股票 来我们稍微回溯一下 直到昨天我还在跟你分析 那今天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因为我们这样子呈现 你可能会说 老师你好小气哦 只告诉我们说 你持有哪一档股票 第一个 我今天把这封讯息呈现给你看 其实第一个 我们当然不是给会员看 因为会员 你自己看手机嘛 当初我们在封关的时候买进 1月30号 你自己看你手机的简讯 你就有这一封 所以我们当然不是给会员看的 是给你看的 如果你非会员的话 当然是给你看的 就是告诉你 我们现在还持有 也许你没有买在我们 这么漂亮的点位 但是后面它仍然会有上涨的空间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1月31号 我们的节目 我拿出这一张图卡 就是在跟你讲3207的要胜 当初我们在讲这档股票的时候 其实是12月 去年2022年的12月 它出现了一个破底翻的讯号 当然一开始我们是先盖牌 维护一下会员的权益 然后这一档股票 它过去的本益比的均值 是35倍 然后当初12月中的时候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它是15倍 严重低估 第一个 基本面对了嘛 那当初我们虽然盖牌 可是我给你足够的提示 告诉你说 它是除能概念股 然后破底翻这个形态 其实不难找 后来这一档股票 来我们今天验证 3207这一档股票要胜 今天怎么样 今天涨8.39% 今天这一个股价 叫做它的历史新高 去年的12月 其实已经创下一次历史新高 这一次突破 再度创下它历史新高的新高 来这档股票 我们稍微对一下线型 破底翻出现在12月中到12月底 线型长这个样子 来破底翻在这里 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 如果投资人 我相信你研究过技术线型 你应该也知道 一根下影线 你大概买在下影线 算它的长度的中间 基本上是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档股票 如果你跟我们买在一样的点位 破底翻你买进 到今天20%以上的获利 那如果你去研究产业分析的话 基本上一档股票 获利20%我认为 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然后我们额外讲 因为我们昨天 不是说我们有 我们就一直说吹捧它多好 我们是就产业分析 跟你讲它未来的前景在哪里 好 这一档股票今天验证了 但是有另外一档股票 昨天我说我们在节目上面 稍微讲了一下念了一下它 请投资人小心 来3207是我们持有的 然后我请你避开这一档股票 请你去避开东哥游艇这一档股票 因为你可能就现行来讲 你说两只股票 如果盖掉前面这两根 盖掉前面这两根 好像都是多方格局 为什么要胜 老师你认为可以买 而且你还持有 这一档股票 老师你叫我们去避开 第一个 这两天我们在节目上面的提醒 有没有验证 有没有帮到你 我相信是有了 东哥游艇这档股票连续两根跌停 别人在跟你分析都是今天涨什么 因为它两天前涨停板 跟你讲说什么什么高端消费 这个不会倒 结果讲完之后连续两根跌停板 别人是看新闻 什么东西涨就拿什么 然后套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分析产业前景 当初3207的要盛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就基本面来讲 我说如果我们全世界要发展绿能产业的话 中间有一块 以前被归类在表前市场的除能相关 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有讲绿能有一个困境 不管你是离岸风电或者是太阳能 你产电的时间跟你用电的时间可能不一样 因为像离岸风电有季节性 太阳能的话基本上就是白天产电 但是有的时候你是晚上要用电 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你产电的时间跟你发电的时间 用电的时间会有一个怎么样 不平衡的这个区块 我们叫做进负载量 所以我们必须把除能市场拉出来 当初我有跟投资人分析过 我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 顺便比一下全世界 如果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除能市场的规模 来导播这个地方右边先放大 大约是到2030年 因为全世界大概短期就先看到2030年 一个短期的规划 台湾的除能市场的规模下面的曲线 预估每年大约是成长100亿台币 成长不是每年花100亿台币 是每年会成长100亿 像2023年大约是150亿 2024年就会来到250亿 每年是以100亿的成长幅度在做成长 好 这件事情你觉得很多吗 我说no 如果你稍微比一下你就知道 来 右边我们看完台湾了 左边我们来看全球 因为全世界都要发展绿能 全球的除能装置容量 来 左边这个图 如果你放大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找不到台湾 当然找不到台湾 全世界都发展绿能 你认为台湾的绿能市场跟全世界 我们地就这么大 要发展太阳能 要发展离岸风电 地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找不到台湾 全球前20名找不到台湾 这个其实我们国人 应该心中也知道了 不是贬低自己 而是国情就是如此 所以我说来 左边这张图 我们就来放一张大的 左边这张图我们放一张大的 还是找不到台湾 所以我说我们就要找寻 我们一些台厂 未来成长幅度最大的 红色这个地方就是中国了 我相信投资人你也不意外 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些台湾的除能市场 有跟中国大陆相关厂商 去做合作的台厂 哪一家公司 当初我们在跟你讲 这一家公司公布答案 就是3207的要剩 所以今天3207的要剩 今天再来到历史的新高 如果你就产业研究 个股分析研究的透彻 你会不会意外 其实你不会意外 好 我们今天解释一件事情 一开始我跟你说 老师针对要剩前段期间 因为我们低档布局 那我们看好后面的上涨 所以我说这档股票 甚至到昨天 昨天节目我是不是还在讲 今天验证了 你多赚8% 但是相对的另外一档股票 哪一档 它前段期间也很强势 为什么老师提醒我们要小心 因为如果就中长线来讲 你可以找出相关产业的一些市场规模 其实你找不到 也不是说东哥游艇这档股票不好 它具有一个寡赞独家的地位 但是相对的它就有一个小缺点 怎么样 阻力色彩太浓厚了 今天阻力要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除非你能够比它快 除非你有内线 不然就是两根跌停板 这个我们在股票市场上面看很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因为你说好 老师东哥游艇你叫我小心 我也认同啊 涨高了本来就不要追 这一档股票 来咯 我们进入到考验的部分 你说老师 这段期间你说买在封关前线 你说好像是对的 但是你说老师它去年好像还有更低点 第一个 我们没有时光机 我如果跟你讲说我们去年年初在做绿能 你一定会说这个老师在讲股 你也不想听 我们没有时光机 所以我不能带你回溯到去年的十月 我们就讲这一段 直到新春开红盘 到昨天我还在跟你讲 因为它后面还有空间 所以它不是历史最低点 你说它好像前面涨过一段 因为它是多方格局的股票 但是我们专注的 你听好了 就算你是新会员你今天进来了 我带你买的股票 不是什么最高最低那个没有意义 重点是你一加入进来 后面就会开始长这个样子 这才是你要的 别人什么价格 其实你也不用管 就是你一买进 我们这一套操作模式 基本上就是抓发动点 这段期间我有跟你讲 选股的重点基本上 买点也很重要 我们都是抓发动点这一段 但是我也请投资人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以除能绿能市场来讲的话 它应该位阶来讲 除能市场应该在上中下游的中游 在封关的时候 基本上我有跟你讲 我说2023年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续报的 我们会早点获利出清 后面再等机会 然后相对的绿能市场 除能市场不是没有 而是你要往下游去找 来再看一次 当初我有跟你讲 1月19号那一天封关 但是我们在跟你讲 绿能相关族群的时候 我跟你讲的是下游 进入到终端应用的部分 电动车 电动机车 当初我们是不是有说 我说一步一步来 第一个 当初我们节目在讲的 这一份资料在这里 线图在这个地方 来 这个是影片的截图 投资人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们封关之前 1月19号我们讲了什么 因为你要做绿能 市场上面应该没有人 比我们清楚了 我说其实你可以分成好几块 发电 电网管理 除能系统 今年2023年的重点 应该摆在除能系统 跟进入终端的运用 例如工业或者是家庭用户 甚至是电动车用电 因为去年我们就在讲 今年2023年 一些政治人物应该会开始想说 已经2024要选举了 如果要讨好人民 不是只发这6000块 要看人民在想什么 现在不是你买不到电动车 前两年你买电动车 可能一等还要等半年 现在不用了嘛 现在阻止你买电动车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台湾怎么充电桩的建制 比不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基础建设是慢半拍 如果你要补助 你要往哪个地方补助 会往下游去做补助 所以在过年之前 你应该有听到一些风声 来补助是不是来了 今年112年 我们相关的电动车补助 是不是来了 不只是台湾 美国也是这样子嘛 都是一样 你会发现全球都在 往同一个方向走 你不要逆着市场做 这些族群基本上是多方格局 你往多方做 找寻好点位 来 所以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讲 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特别会员的股票 1月30号的时候 新春开红盘 跟会员交代一下 台股的气势表现得不错 我们当时手中持有的是 哪一档股票 5425的台半 那我们过年封关持有5425的台半 来稍微看一下 就看新春开红盘的这三天 台半怎么走 封关之前买到现在 基本上获利也达15%了 它不是什么小股票 不是那些像什么 什么东哥游艇那样的腰股 它是一档中规中矩的股票 然后跟你讲到这一档股票 你顺便看一下我们的标题 今天的标股刚好 因为我们看一下 我们手上的持股 早上看一下新闻 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 今天的标股 有一些是涨上游 中游 下游 然后我们发现 这些个股 其实它的终端应用 都在电动车 来 我们举几档 台半因为我们持有 所以我们很清楚 5425这个是第一档 那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基本上台半 二极体的部分 基本上未来占比最高的 就会是车用的部分 公司这些公司背后 也不是傻子 传统产业 比如说像是PC 行动装置有衰退 那这些二极体 怎么样 我们就往车用这个方向 去做切入 那二极体我有跟投资人介绍过 我说像如果你要在路边 做充电中的充电 基本上就是从电厂的交流电 但是你的电动车充电的话 要用的电叫做直流电 车内里面的结构 二极体就是把怎么样 外部的交流电 转换为你车内的直流电 的其中一项工具 P型跟N型 基本上这个地方 节目时间不太够 我们不细讲 那顺便还要跟投资人讲一件事情 未来充电桩 政府是这样子规划的 这个我们有必要在节目上面澄清 2025年政府说 充电桩的建制计划 因为人民在抱怨了 有选举 来 导播左边放大一点 第一个我们先讲台湾 右边我们不看 因为右边如果今天我要跟你谈美国 谈英国 谈欧盟 再跟你谈中国 那不好意思 节目我们可能必须要讲三个小时 我们讲台湾 投资人会认为说 所以我们台湾未来的市场 是慢充市场 因为慢充政府是规划6400个 路边停车场的快充 220个 那所以快充的市场比较小了 我说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快充一样 从电厂的交流电 转换为直流电 中间需要有一个东西 叫做电池除能系统 除能柜 这个东西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所以为了要有快充 路边停车场 背后就必须要有电池货柜 所以这个产业并没有比较小 快充的市场并没有比较小 投资人你必须要留意这件事情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基本上 为什么康书要去并购 为什么要去并购 ABB ABB投资人可能不熟悉 因为毕竟不是台湾的公司 基本上ABB这一间公司 以前的终端应用 我们看在哪里 基本上就是在伺服器 或者是电动车 所以康书把它买下来 人保集团把它买下来 是为了什么 第一个终端应用 上游中游涨完了 接着就轮动到下游 康书这一档股票 到今天为止 来今天为止 这一档股票 其实它也是没有跌的 这档股票 我们不多做介绍 因为它开始 我建议投资人先获利了 先做一个获利了结 最近涨太凶了 好 那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跟投资人 把电动车 今天为什么会涨这件事情 我们清清楚楚的交代 那等一下节目的下半段 回来 我们再把整个产业面 跟投资人讲得一清二楚 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两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 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 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这单股票听清楚了 投资人不要看到说 老师画面停在6282的康书 就是叫我去买 我提醒你 他已经日线连三红了 而且空间是越来越小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进入一个修正 产业没有问题 股票没有问题 只是前段期间 第一个我们是领先布局的 大家后知后觉 但是也慢慢发现了这件事情 过年的时候 新春一开红盘 过年的时候康书去并购 ABB公司 新春一开红盘马上涨停锁死 大家都发现了 所以是技术现行跟筹码的问题 你现在如果还在做这档股票 基本上我认为就这一段 肉会少很多 那我们也建议前段期间 如果你有布局的话 跟着我们的脚步的话 现在反而是先卖一趟 后面有机会再进场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同时连动到几档股票 第一个产业面都没有问题 只是现在不是好买点 像当初来我们来讲一下3027 顺达这档股票 因为我有讲 我说如果你讲说西部的话 台湾西部的除能贵 谁排第一 未来有可能是台硕 没办法 财大气粗 如果讲到东部 可能是3027这一档股票 当初我们在研究的时间点 已经是2022了 今天3027这一档股票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它是修正的 它为什么修正 当然了 它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日线连三红 创新高的股票 不修正才奇怪 1513来 昨天要不要追 不要追 创新高要不要追 不追 今天一个小修正 小跌0.98% 创新高的股票 不修正才奇怪 但是你就现行 你可以知道 从我们跟你研究到现在 去年跟你研究到现在 30% 40%的获利空间 基本上是该进行修正 所以康书我们也请投资人 稍微留意一下 那回过头来讲 我们的测标嘛 我今天写 今日的标股的终端应用 发现其实都在电动车 有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手上没有 来 这一档股票 1605的华新 1605的华新 如果你去稍微去看一下 它是新春开红盘 像昨天很夸张 新春开红盘 外资买着700亿 买超第一名的 第二名的台积电 联电 这个很正常 外资不单纯的是看好 只是它要把钱 进来汇入到股市 基本上就会去买进 这些个股 排名第三的 扣掉一些ETF 排名第三的是 华新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 第一个 如果你看到华新 这一档股票 这三天表现得也还不错 这三个交易日 OK嘛 没有问题 但是我跟你讲 华新基本上 你可能会说 老师那是因为 有一个新闻消息 来 你说谁知道秘� 会爆发政局动荡 说实在话 我也不知道 那它会爆发政局的动荡 基本上是 前总统被国会弹劾 那前总统的支持者 基本上就发动政变 这件事情 我们不过多研究 你可能说 老师算是运气 来 左边 但是运气 其实我跟你讲 背后就是必须 这些公司 背后的基本面 是好的 如果是因为 新闻消息面 这些公司 背后的主力 其实也不可能 不敢这样子拉 昨天刚好其中一档股票 昨天我们稍微闪现一下 来 1月31号 我是不是跟你说 来特别会员 我们也会做短线 不只是产业研究 1609的大雅 1609的大雅 怎么样 今天 早盘也是一波飙涨 日线也是连三红 这个地方 赚多赚少 就看我们看明天的盘是如何 来 重点是 1609的大雅 除了受惠同价上涨 公司本来就积极的布局除能 所以我们也是抓发重点 1609 你说有没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好 这一档你帮我们扣掉 你说老师 都是因为今天出了这个新闻 但是我有跟你讲 中长线其实也不看坏 不光是因为新闻消息面 重点是你要知道 这些公司 早期你可能认为说 不就是传统钢铁原物料产业 为什么 因为这些公司目前为止 现在都在进行转型 那来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华星家族今天都表现得不错 比如说今天上涨 涨停板的华星科 被动元件 基本上PC市场在衰退 手机市场在衰退 应用在哪里 基本上 第一个应用网通 这个我没有跟你讲 被动元件基本上是网通族群 绿波器的部分 车用 前面我们有跟你介绍 一台车 被动元件 如果要转换成电动车 像IGBT的用量 就会是以前的10倍 所以今天人家为什么涨 人家交加今天为什么要做价 拿起当股票 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节目时间不太够 来 重点两个 第一个 投资人如果你现在操作股票 你过年前把股票卖光光的 你要知道2023年选股的重点条件在哪里 是不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 主力公司派背后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怎么抓发动点 来 这一档股票 下一档电动车概念股 这一档股票过去它的本益比均值在22倍 现在便宜一倍 目前为止的本益比在11倍便宜 主力这段期间也是买超的 所以这一档股票投资人你好好把握 如果前段期间你把股票卖光 不知道持有什么股票的这一档 我认为是投资人的首选 下一档的电动车相关族群就在这边 助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站住 口令 谁 小蜜蜂 去哪里做什么 加拿大 什么加拿大 加拿大 什么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你累了吗 太久了 精力充沛 你干的 保利达满牛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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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